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火拍焦点节目 今天,我们将深入剖析即将到来的2024年美国总统选举 特朗普与哈里斯的激烈对决正如火如荼 特朗普在乔治亚洲的竞选活动中引发的争议 和哈里斯在CNN市政厅上与选民的互动 展现了两位候选人截然不同的风格和策略 特朗普的言论引发了广泛的批评 尤其是他对军事领导的看法 让人不禁质疑他的权利野心 而哈里斯则强调民主价值 呼吁选民支持他的政策 并获得奥巴马的助阵 试图增强自己的竞选基础 同时,全球公共债务即将突破100万亿美元 IMF的警告让人感到不安 预示着未来的经济挑战 而在即将到来的选举之夜 哈里斯和特朗普的团队都在准备应对可能的选举结果争议 尤其是特朗普可能提前宣告胜利的情况 这场选举不仅关乎候选人的未来 更将深刻影响美国的政治走向与民主机制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2024年美国总统选举即将到来 各大候选人正全力以赴 竞选活动如火如荼 随着选举日的临近 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与副总统卡玛拉、哈里斯的较量越发激烈 双方竞选活动涉及的议题和策略都引起了广泛关注 在乔治亚州 特朗普的竞选活动正面零星的挑战 纽约时报报道称 特朗普曾私下表示需要像希特勒那样的将军 这番话立刻引发了一场政治风暴 特朗普的竞选团队迅速予以否认 指责媒体报道不实 然而 特朗普的前幕僚长约翰·凯利则在媒体上指出 特朗普多次赞扬希特勒 该言论让许多人担忧他对权力的渴望是否过于极端 与此同时 哈里斯在宾系法尼亚州的CNN市政厅活动中 积极与选民互动 强调他的政策主张 特别是在女性权力和民主价值方面的立场 令人瞩目的是 前总统奥巴马现身底特律集会与哈里斯同台 为他助阵 奥巴马与饶蛇歌手艾米纳姆联手 现场气氛热烈 奥巴马甚至引用艾米纳姆的歌曲 Lose Yourself的歌词增添了活动的感染力 特朗普的支持者认为 他的强硬立场能够增强美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威慑力 对于特朗普的外交政策 对冲击金亿万富翁比尔阿克曼在CNBC节目中表示 独裁者会害怕特朗普 因为他可能真的会实施自己的威胁 而哈里斯则坚持捍卫民主价值 并未应对特朗普可能拒绝接受选举结果做好准备 哈里斯的竞选广告特别针对拉丁裔选民 重新提起特朗普在国会大厦袭击事件中的不当行为 意图动员选民的支持 针对特朗普可能在选举之夜提前宣告胜利的战略 哈里斯的团队也已做好准备 NBC新闻报道包括哈里斯本人在内的七位助手表示 他们预期特朗普会在选举之夜迅速宣布自己获胜 即便选举结果尚未明朗 这样的举动可能会引发对选后进来的任何选票的怀疑 认为这些选票是不合法的 然而与2020年选举不同 特朗普身边的新高层助手更顾虑甚重 可能会阻止他在为确定胜利的情况下宣称获胜 同时 全球公共债务的问题也成为焦点 据CNBC报道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警告说 到2024年底 全球公共债务将突破100万亿美元 IMF的年度财政监测报告指出 美国和中国的财政赤字迅速上升 使全球公共债务的增长速度超出预期 IMF财政事务主任维托·加斯帕指出 各国政府常常低估债务水平 这在经济基础薄弱的国家尤为明显 政府面临着增加支出和提高税收的两难困境 特别是在撒哈拉以南非洲等贫困地区 不断上升的公共债务可能会导致市场面临突发抛售风险 甚至在美国和中国这样的高债务容忍度的国家 也会影响借贷成本 美国财政部报告称 该国的预算赤字已达到疫情以外的最高水平 这加剧了对国家财政健康的担忧 随着选举日的临近 特朗普与哈里斯的竞选活动将越加激烈 选民们将在11月5日的投票中 为他们所信任的候选人投下关键的一票 无论结果如何 这场选举都将对美国 乃至全球的政治与经济格局产生深远影响 每一个选择都将影响美国的未来 选民们的决定将成为塑造国家命运的关键力量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的六度百科 对关键内容进行背景介绍 2024年选举是指在2024年举行的 多个国家的重要政治选举 最著名的可能是美国的总统选举 这次选举将选出多个国家的领导人或政府代表 并可能带来重大的政治变革 美国2024年总统选举是在2024年11月5日举行的 目的是选出下一任美国总统和副总统 这次选举将是美国的第60届四年一次的总统选举 现任总统乔拜登是否参选连任是关注的焦点之一 而共和党方面也有数位潜在的竞选者 包括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等 此外,选举将涉及美国国会的部分席位改选 包括众议院的所有435个席位 以及参议院的33个席位 在背景方面,美国的总统选举制度 是一种间接选举制度 选民投票选出选举人团成员 这些选举人团在投票选出总统和副总统 美国选举制度的设计 旨在平衡不同州的影响力 但这也引发了关于公平性和代表性的争论 历史上,美国总统选举每4年举行一次 自1789年首次选出乔治、华盛顿以来 这一制度一直持续运作 选举过程通常包括初选阶段 主要正当选出各自的候选人 然后在全国大选中竞争 这些选举不仅决定美国的政治方向 也常常对全球政治和经济局势产生影响 关于数据介绍 2024年选举中选民的投票行为、候选人的支持率以及选举结果都将受到密切关注 根据过去的趋势 选举年常常伴随着高投票率 尤其是在总统选举中 2020年美国总统选举的投票率约为66.8% 为一个世纪以来的最高水平 这一趋势可能在2024年延续 此外,选举结果会受到多种因素影响 包括经济状况、社会问题、国际事务以及选举制度本身的特性 其他国家的2024年选举也将对全球政治环境产生影响 例如印度、墨西哥和台湾等国家将举行重要的政治选举 这些选举的结果将在其国内和国际上产生深远的影响 这些选举也会反映出全球政治格局的变化 如对民主制度的支持、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和全球经济的挑战 总体来说,2024年的选举将是全球政治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各国选民的选择将在很大程度上塑造未来数年的国内和国际政策方向 这些选举所反映出的民意和政治趋势将是观察全球政治动向和变迁的重要窗口 六度AI克隆声音系统让您拥有145种语言能力的新时代 在这个不可思议的新时代,语言不再是障碍 六度AI克隆声音系统隆重推出 这项由欧洲、美洲、亚洲的顶尖科技、语言和媒体专家 合作开发的创新技术现已开放使用 该系统能够克隆您的声音并将文字转换为语音 使您能够掌握多达145种语言和方言 为您的生活和工作提供全方位的支持 革命性的多语言能力 六度AI克隆声音系统的最大亮点在于其广泛的语言覆盖范围 无论是商务会议、国际交流、教育培训、还是日常沟通 这项技术都能让用户在全球范围内自由交流 只需几分钟 用户便可轻松克隆自己的AI声音 体验从未有过的多语言沟通能力 简单便捷的使用体验 使用六度AI克隆声音系统非常简单 无需任何专业设备 也不需要学习复杂的技术知识 用户只需进行简单的操作 即可完成声音克隆过程 并将其应用于各种场景 无论您身处何地 都能通过这项技术突破语言障碍 实现高效沟通 广泛的应用场景 这项技术的应用范围广泛 从商业到教育 从媒体到娱乐 都能发挥重要作用 对于企业来说 这意味着可以更好地与全球客户和合作伙伴沟通 对于教育机构 这可以帮助学生更好地学习多种语言 对于媒体和娱乐行业 这将带来全新的内容创作方式 立即体验 6度AI克隆声音系统现已上线 欢迎访问以下链接进行体验 6度AI克隆声音系统 HTTPS 6度WorldPTS 立即登陆 体验这项改变未来的创新技术 让您的声音在全球范围内响起 谢谢大家收看6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6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6度世界网址是6度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